好這個很開心喔 就是可以跟郁翔合作 那因為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看過這個 郁翔的那個電影嘛 逆光飛翔 然後大家都是為了夢想再努力的人 那句台詞 那句台詞其實是怎麼說的 如果對喜歡的事情沒有辦法放棄 那就要更努力的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是 那因為這句話所以 這句話其實也鼓勵了我 那個今天我們在彩排之前 我跟郁翔我們在外面聊天 我們就聊到這一點 然後郁翔就說說 我們在聊到內容跟 剛剛那個劇裡面 好像 對那些台詞好像喔 對然後 然後就很高興能夠跟他一起 就是我們應該算是比較像是在玩音樂吧 因為我們都熱愛這件事情 對對其實我覺得音樂真的是 就是玩音樂啦 不用不用想太多說什麼 就是 也許什麼姿勢化的東西啦 就 反正就一起玩嘛 就是這樣子 對就一起玩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來為大家唱這首 千千萬萬個愛你 愛你 愛你 我這一次的這個一個人拿卡西演唱會喔 為什麼叫一個人拿卡西 就是其實在音樂路上 以前我都是一個人 那一個人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我這次把我自己在家裡工作室 然後在我自己的天台上面的場景 把它搬到Legacy裡面來 這感覺有點像實境秀 那郁翔跟我一樣都是這個喜歡音樂的朋友 所以就是說會有一個橋段就是 我到天台上去找靈感 然後唱了兩首歌之後呢 郁翔打電話來給我 然後我去把它接回來 這樣子一個橋段 其實有點像實境秀 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夠給大家 沒有距離的分享我的音樂 我希望大家在聽完這場演唱會之後 跟我更像是朋友 就好像是我跟郁翔 我們這次合作之後 因為我們都很熱愛音樂 然後郁翔他沒有自己的band 那所以大家都很容易變成朋友 因為我們都很熱愛音樂 有沒有考慮就是跟郁翔在演唱會的時候 唱個屋頂之類的 這個idea很好 當作怎麼沒有想到 那誰要辦女生呢 對我們要分配一下 還要再找個女生 其實之前就有跟一些 都有跟一些樂手或歌手合作過的經驗 我都覺得很開心 只要是這種合作 也許跟樂團合作啊 跟歌手合作我都很開心 因為 只要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大家一起玩音樂 對 也是一個經驗 然後可以 也可以讓我們之間可以更 有一些交流啦 對啊 也許會有 不錯的火花還是什麼的 因為郁翔 我們大家知道郁翔他是 就是 沒辦法 就視覺沒有辦法看見 但是 我覺得老天給他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在聲音上面的 像我聽他伴奏啊 像我剛剛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 我在練團嘛 練整個演唱會 可是我聽 郁翔彈的喔 就是你會聽到一種 一種 一種靈性 我很難解釋那種靈性 但是 這種東西對我來說 絕對是一種激發 他是一種 沒有太多 呃 自視的跟壓力的東西在裡面 是一種很奔放的 一種 一種靈魂 我覺得 這是很棒的 從這裡我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吸收到很多 正面的能量 然後刺激到很多的靈感 所以我真的是很謝謝郁翔 來跟我一起合作 我覺得我們 我們之間可以有很多 一起的這個合作 我覺得甚至是可以從 不要說下張專輯 可能從這個 我這次Legacy 上回之後 也許我們可以 跟郁翔的Band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 啪啪 啪啪Bandle 對不對 啪啪Bandle 可以一起做一起玩音樂 然後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表演 我可以覺得從這些東西開始 然後這也是一個 熱愛音樂真正的表現 你看看我這身衣服 你看 皮衣 皮鞋一身淨裝 其實像那個Band 你看地上 你會看到很多效果器跟吉他 這是有很多Band上的東西 會比以前的歌來的 有力有power 有做很多改編 跳舞可能就先不要 從音樂性上面突破 從音樂性上面突破 10月13號 陳乃榮 一個人拿咖喜演唱會 在Legacy舉辦 由我跟郁翔 然後我們一起 把好聽的音樂 帶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夠來 謝謝 謝謝 谢谢